现在赚钱容易吗 每份职业都有自己的辛苦 能不能多点真诚 少一点套路呢 这么坑人 合适吗 收到一张百元美钞 还挺逼真的 真当我是傻瓜吗 这个世界太假了 理解你的童心 但搞个cosplay 起码也用点心 不然简直就是毁童年了呀 花花毛毛泡泡 飞舔小女警 一身这么酷的装备 怎么就打了一把 这么女人心的伞呢 莫非是剧情需要 到今天才明白 原来人人都有一颗少女心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厉害的武器 超大把 日本网友铸造两米长 烙印战士格斯大剑 防身杜劫什么的都不算啥 武器看着是挺好 可是一般人怎么驾驭得了啊 扎一看毛骨走然 大概是穿了隐身衣 衣服是披上去的 其实主持只露了个头 为了增加节目效果 那能不能换个方式 别瞎观众啊 现在的人啊 真是脑洞大开 水土不服 只服超市大妈 这拖鞋都能 凹出这样的造型 三生三世十里拖鞋 你们这样做 白浅和夜华知道吗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当女程序员遇到问题 就有一堆的同行围上来排 有解难 一起帮助她解决问题 一脸呆滞 到底按照谁说的做呢 算了 我还是摆坐吧 头发太多太燥 洗完要吹半个小时才能干 怎么办 嗯 像这样 一点一点的打理 女人嘛 不是说要活得精致一点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 这样吹头发容易干 可能后面的还没吹完就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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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